好 歡迎收看今晚動漫亡商主持 遊馬二 今天是比較特別的版本 因為錄結時間 是星期五晚上 即是11月爆發 昨天即11月7日 舉行了Sony Computer Entertainment PS4 即是PlayStation 4的香港發佈會 所以今天特別做一個Session 如果大家在聽的話 其實會在YouTube或者在Podcast 如果你在遲些才知道 就會在OurRadio那邊的一個後面 會再補回這個部分 我們說回當日的所見所聞 我想大家最關心 或者大家在其他網站 或者在無雙Facebook都會知道 PS4它會在香港的發生日期 就是11月17日 亞洲區是最早的 因為日本和台灣都是較後的時間才推出的 那台灣呢 就是12月18日 那香港是怎樣呢 香港就發佈台灣一天的 12月17日 那也是數法的 那現在已經可以在Sony門市訂了 雨訂了 其實剛才我剛剛來 我在全鋒那邊繞了一圈 我看到有人在問 我可以訂PS4的 各位機迷是很快的 那當然我純粹宣傳一下 12月17日星期二 五夜十二點 會在銅鑼灣告示打到宜東廣場 有一個首賣會的PS4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潮拜一下 但它首賣會好像要抽 只有100個位 其中有30名就會有PSV TV 還有PUNS的10年會籍 那就是一堆禮物 那PSV TV是另一個東西 或者可以先說一下 雖然PS4好像是當日的主要 但同場就有公佈這件事 即是PS Vista 即是PSV的TV 那大家就不要誤會它和Apple TV是同一件事 PSV TV就是一個普通你玩PS的 即是Console的手掣 然後它再加一個類似iPhone的盒 一個Sony盒 其實它是一部PSV 但它是沒有螢幕的 它是用來搏電視 所以你的操控就是拿給平時PS3那類的手掣 然後就會有一個盒子搏在你的電視上 作為一個影像輸出 即是取代了因為它沒有螢幕 它不是PSV 所以它是一個 你計算PSV的本體主機 一千多二千多以外的另一個 你可以在電視上玩的選擇 我看它的規格挺有趣的 它有720p輸出的 那這個都算了 它是怎樣呢 你再說一下 720p 它另外就是它會插回一張PSV的遊戲帶 和一張PSV的Sony專用的記憶卡 所以它會插回一張 就是對上次剛剛減了價那張 但問題就是離開 但平時有PSV在手 它不可以像PS4那樣 即時同步 就沒有這功能做 而且它是要自己插回一張卡 插進去玩 這是它不幫助的地方 假的來說 它是一個什麼分台插走 只有一個盒給你 要你搏TV 搏手掣的PSV機 還有大家不要覺得 它的官方價錢是798元 那是下年的1月16日推出的 只有白色的 沒有黑色的 798那個是正機 如果你連手掣 就要加錢去到 總連買手掣 就是1180元 大家不要以為 你是用798去買一個盒 加多一個手掣 那手掣可以拿回PX三用 不是的 你是只買個盒的 你要拿回你家的手掣 來搏來這個東西 你只是用8塊錢去買個盒 就不是8塊錢去買個盒 加一個新的手掣 不要以為我可以換手掣 是不行的 那由插入神來說 我不用8塊錢去砍 就買布 可以玩到PSV遊戲的主機 回來家玩的話 就是有 如果是划算划算划算 除非你沒有PSV的話 如果你是沒有的話 但其實 我覺得他這個作用 或者他這個做的東西 其實某程度就是 解決之前那種問題 譬如說 舉例 他在PSV年代 他出Mondham P3 Portable 3 他後來會出一個PS3的版本 就是HD版本 你可以把你平時在街上玩PSV的Safe 帶回家裏轉到PSV再玩 但其實整件事就是 你不斷地轉來轉去 你又要另外 買多隻碟 更甚至就是 WiiU的Condition 就是你買了一隻3DS的MON HUN 4 接著你又可能買了一隻WiiU 然後打電視版的MON HUN 那你可能就買了一隻MON HUN 004 買一部機 因為純粹你家裡打力 把MON大一點 那現在這件事 應該就對付任天堂上次的問題 就是你不需要為了一隻Game 它可能只有PSV 即是譬如說你想打哥爾塔2 你想玩這些PSV限定的Game 然後你又想用大電視體 那你就這件事會有用 有些人想賣PSV的Game 但他未必會有興趣 拿錢拿幾千元去買一部PSV 那這時候可能 平時你800元有找的 買一部PSV TV 回來回家 那你有部機主Game 可以買一些遊戲 大塊玩嗎 但這個講法的前提就是 它已經有PSV 因為你一定是要有PSV的手 你去加8個水 令你的電視機可以打到PSV的Game 但如果你本身是沒有PSV的 即是可能你窮家的子弟 沒有錢買PSV 那你就要用1180元去買一個盒子 加個手 但你部PSV本身就是1300元的尺 那好像就差一個825元 那就有一點而拿過了 即是前提就是只用PSV的機主 而且很重要的 你這部PSV TV 是不能用觸控 那些重力測試那些 那些功能是沒有的 即是普通最基本的手掣耀控 是的 因為補充剛才有馬說的 就是因為 PSV有幾個操控上的控制 你可以用touch mode 可以用背後的touch pad 也有G-sensor可以控制 但問題是你PSV TV 你是用PSV 3的手掣耀控制 PSV 3的手掣耀控制 除了一條陣 以及斬燈之外 應該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很明顯 你說斬燈 其實是 不要吵著 所以如果你譬如說 舉例 手法那一堆 Uncharted Golden Abyss 它要去用一些 touch mode去控制 譬如說爬在樓梯 這樣要用touch mode 那不好意思 你是做不到的 你用回手掣耀控制 你去玩PSV那隻的三角無雙 你用touch pad 是有一些聯武消息可以出的 你用回PS3的手掣 你也應該是出不到的 當然啦 它有沒有解決方法 暫時不知道 問題是 你已經出了的遊戲 你怎樣可以使用其他掣耀控制 這個就是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原因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 你用touch mode 或者用touch pad 你的準確性是不高的 而是有一些遊戲廠 是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譬如說 街鐵 街頭霸王對鐵 VS鐵拳 它用了touch mode 的方法就是 那個螢幕的上下左右 四個角 就代表了四個連技的快速件 對應好像PlayStation 那些版本 就是PS3的版本 都有類似的製造 但是它沒有touch mode 它可能是靠叉加三角 這樣 那它現在做了這件事 其實某程度然 有一些廠商 它用touch mode 的方法可能是 只有四角的 那 可能多些方便 就是這樣你會少了 但是 未必影響到你實際的操作 關於touch mode 其實就是 它的Sony 不是做PSV的開發 就使得太大 那最後 出來不太好 就切了一些功能去 那它有螢幕的觸控功能 那麼差 其實就是當時 它切了一些功能 那就是 那就是折殺它的成本 那就是 那這個外壞 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 剛才我們說到 如果你只是買 那個PSV TV 的盒子 是798 那如果你買那個盒子 加上PS3的手 就是前提沒有PS3 那就是1180 但是1180的盒子 其實是多了一點 它會增加你PSV用的 那張記憶卡 有一張8GB卡 跟進去 那你8GB卡 其實都 都應該現在要200元 差不多 因為那張卡 就不是普通SD卡 如果大家應該 特製的 是比較貴的 它最早那天出 它那張16GB 好像是1000元 900多元 雖然現在減了價 好像800多元 現在減了價 那我想都8-200元 那你可以當值不值 這個就你自己再去決定 對 如果你本身沒有PSV 但你又上網PSV Game 但你又不需要跟別人連線的話 這隻應該都可以的 叫做 我不肯定它有沒有連線 因為它的機能上 它是可以上網的 亦都有藍牙 但答案PSV Game 現在是沒有什麼 可以上網連線 這個是事實 暫時來說 是Gord 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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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極度不推薦大家 在家裡的TV上 是Gord Eater 在家裡沒有家人 那是沒有家人 那沒事的 Gord Eater 3 有很多奇怪怪的 遊戲移植過去 所以就沒問題了 好了 我們先去到今天 正常大家的焦點 應該轉目的地方 不過先補充一點 如果想知道 PSV TV是怎樣的樣子 可以看看 無雙的Post 或者Facebook 有不同的相片 會看到一張相片 有兩位Game Girl 幫著Sony的高層 拿著一個手掣 加一個白色 不知名的盒 就是PSV TV 好了 我們去到PS4那邊 PS4 過往TGS 已經知道了很多東西 所以當日的發佈會 已經不會很集中於 在一些很機能上的發佈 其實當日他展示很多都是一些 手掣 手掣上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為其實他很強調 手掣多了很多的功能 例如說 手掣這次是有聲音的 有一個喇叭 不 他裡面拿著獨立喇叭 先分數一下 第二點 就有一個重力感應器 它PSC沒有 你可以搖一下它 你平時iPad有的 第三點就是觸控 這個就是打大小手掣 觸控 第四個就是 有一個Touchback Touchback是機面和機底都有的 還有一個 它跟PS4主機有一個連動 什麼藍色的三角影響 是AR的 有一個藍色的燈仔在前面 所以它算是集了幾個人於一身 當然你會覺得可能 Motion Sensor G Sensor 兩個名字不同 好像很基本 因為 你連一些山寨平板都有的東西 所以有的是很合理的 比較可能真是轉目的 即是 聲音這方面也不算很重要 但比較有用的我覺得就是 它的手掣的底部有耳機紅 你可以在手掣那裡插一封 在充電左的位置旁邊 問題來了 它聽到的聲音 應該是耳機裡面的聲音 還是 TV 它本身是 output的聲音 你也想 你不會用手掣的耳機 耳機去播聲 本身你的PS4應該有聲音輸出 因為暫時是 它沒有說過 我明白 所以我也會質疑 它手掣出聲 它手掣出聲 是跟電視同步 這樣就變成雙重聲 如果是播靈的聲音 那你手掣的音 你聽到的聲音是電視的聲音 還是手掣的聲音 是 我會質疑的地方 如果你去買一個PS4專用的 headset 然後你手掣的聲音 你是不是不聽 還是它又會把那些聲音收回 暫時是答應不到的 真是不好意思 但至少它的手掣多了這個 但是我覺得 真的比較有趣的是AR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 它對手 任記的3DS 它都有很多AR AR 即是一些現場實景的 對應 現場抗爭實景 對 抗爭實景 是越來越多的 無可保應 包括Huge的卡漢 都是有這個功能 當日很多時候是做一些相關的展示 展示AR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會看到 它在PS4的手掣的正前面 會有一條藍色的光巴 你說是Ironman的眼燈 對 好像Ironman的眼燈 然後那部機器就會detect眼燈 但是道理上你detect 應該要一個camera 對 應該要一個camera 對 那我先講 那你有AR 你可以玩什麼呢 暫時手法當日所說的遊戲 11隻 應該只有1隻 那就是一隻內置遊戲 即是PS4主機內置遊戲 好像3DS 也有內置遊戲 內置遊戲就叫做playroom 那就好像是你們看ToyStory 那些綠色部隊 那樣的 你進去playroom的遊戲 就會有一堆機器人 進去你的手掣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用G-sensor運用能 在那裡插手掣 然後那堆機器人進去 那你按不同的按鈕 那機器人會做不同的動作 即是好像跳舞團那類的 也有燈光的變化 那你AR那邊也可以說 遮住了AR的燈 令到他的房間變暗了 那會有這些東西 那當然大家聽到這裡 那好像玩寵物 有個龍 那好像沒什麼特別 那Touchpad 又是時候發揮功用了 你可以把數的Touchpad 把Touchpad向前掃 就可以把那些機器人扔出來 向後掃 畫面就會返回到那個手掣裡面 都可以吸鏟 吸回那些機器人進去 但是我們試過 那我就想試一件 就是因為你那個 投射的畫面 有一定的闊度 但是我的手掣 我拿了在中間 我不是那些工仔 一定要扔出去 我想打斜扔怎麼辦 那我就打斜掃 但是打斜掃 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他的設定就是 你只可以向前掃 向前掃 他的command才會把那些工仔扔出來 那你想打斜掃要怎麼做呢 就要在那塊Touchpad 的偏左那邊掃 他的方向就會向左 那你在中間掃 那你在最右那邊掃 他就會偏右那邊扔出來 所以其實他就是 根據你Touchpad的位置 決定你扔那個方向 我覺得可以再做得好些 如果真的做到打斜的方向 其實最重要就是 你明白 PS4內置的Media World 其實就是用來示 給大家示範一下 這個手掣可以做什麼功能 因為實際上 Sony提供這個功能 有什麼技術 多有趣呢 多有趣呢 因為Touchpad會有什麼用 譬如大家打籃球都會知道 有隻遊戲一定會知道 NBA 2K 如果大家玩籃球都會知道 你的球要是轉的 你可以轉球 就可能 那個手是用Touchpad去做 可以嗎 但其實很多時候會有太複雜 運算也不會太可能 最大問題是 你也會說 其實這次PS4的手掣 和PS3的手掣 是比較闊 對 如果你平時拿著手 已經由拇指去按 你要拇指去中間 去拇指去拇指 做一些復活動作 未必會這麼方便 而且兩邊的兩個頂部 是再長了一點的 對 即是你將拇指要打開機 按十字 還是要去中間 去Touchpad數 或者按其他指令 會不太方便 特別是一類 會同時要控制移動方向和視點的遊戲 就是用籃球 籃球 或者是用Q-zone那類 Battlefield 都會 因為你一邊的Analog 是控制你的人的動作 你另一邊的Analog 是控制你的視點 當你兩隻手指都用了 然後你的食指和中指 已經在前後左右 三個月 四方LR 你的Touchpad還有什麼手指可以按呢 即是PSV設定在下面 除非你是ET 大家有沒有看到東京分隔 第一件是舌頭 OK 可以 不要吐噪 其實有幾可用到 是 多多少少少有些 嘔吐頭 所以要等實際有沒有遊戲想用 現在好像很有趣 但是實際用途 會有的 會有的 一些益智類的遊戲 一些益智類的遊戲 例如說 PSV 上年AGS也有 它那個叫商的遊戲 解鎖的遊戲 它都用TouchMine 你那類的遊戲 可以用到那些PAD 但是問題是 它沒有TouchMine 因為你的Touchpad 你始終那個準確性是 難去拿捏 你只可以做一些比較單純 和沒有 specific的指令 所以是一個比較 有一個尷尬的地方 它應該都是 主要是十字 就是正方形 三個人做主 它的Touchpad 是輔助性質 我不覺得它會做主要 因為其實 它手法的那些遊戲 它沒有記憶 好像 它說了23隻 當日展示那個List 應該就 手法會那天有11隻左右 我們可以簡單說一下 譬如說 有Core of Duty Ghosts 即是COD 有Battlefield 4 Fever 14 Need for Speed NBA 2K Q Zone Shadow Floor 這幾隻是一些 大家慣常會知道的東西 那還有 Assassin Creed Injustice Lego Marvel Super Hero 真三個無雙七日晚將轉 中文版 那這些是我們 慣常會聽過的大作 那 大的問題就是 就眼所見 以剛才所說的 大部分當日都有展示的 在Lego Lego沒有得試 看到大部分人 用手指的操控 都會用最傳統的那幾個鍵 是不覺得有人用過Touchpad 因為很簡單 我告訴你 V之後 也有看感遊戲的名詞 之後 就算是XBOX 有PS3 也都好像想將體感 留下去 但問題是 到現在 大家看到 出了這麼多遊戲 其實玩法 都用很傳統的方法去玩 你說好像 Vu 3DS 有3D Mode 但是最後 大家都是用最基本的 按十字按鍵 就是2DS 對 所以 你加了分數 好像很理想 大文廠商 賣不賣賬 賣賬之後 玩家賣不賣賬 賣不賣賬 最後打算是傳統遊戲的玩法 那你的手指的分數 就比較沒有意思 其實如果你說 看感這件事 最明顯就是 他手法會當日 或者過往這麼久 以來講關於PS4的東西 好像沒有看過PSMove這件事 大家留意一下 是沒有怎麼看這件事 甚至是接近不存在 那PSMove這個體感的操控 其實是否算是收了工的呢 是否算是 最重要就是 沒有太多好有耗者 怕會用這個功能 你單有一個功能 但是你不會用 因為你一隻 越大作 或者越Hardcore的遊戲 你那個準確性是越重要的 那你很難說 你Touchmone已經是 有一定的delay 以及不準確的地方 你怎樣可以去確保最好呢 所以一定很難可以使用到 你用到的遊戲很多時候 剛才所說的 逆字 右閒 例如我剛才所說的 麻雀摸牌 那些不是逆字 沒有意思 可以 手法的遊戲是有麻雀的 所以 但全部兩個字呢 我不知道 我覺得可行的 始終會可行的 手掣還有其他東西 例如它會有一個叫充電阻 如果大家說 有兩個手掣的人 大家都會犯的 就是 當手掣已經變成無線的年代 那兩個手掣應該放在哪裏呢 不是 即是混蛋 你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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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電 找一條線出來 插進手掣 插進手掣 無線年代 即是耳機都無線 手掣有條線在那裏 尤其有些人家裏 很闊的 電視 部機 和你坐在沙發 可能整天幾尺那麼遠 希望你走回電視機 插回線 幾尺不是很遠 不知道 沒得到 有些人家裏 有些人家裏就不來 這個時候來了 即是你家裏 即是你家裏 特地提供線充 以外 給你一個充電阻 即是AC電的 放在隔壁 梳化隔壁 玩到沒問題 放在那裏 對 另外一件事 好像那些耳機座 始終你會方便放 但問題就是 剛才說的充電阻 是現時手掣的任何package 都不包括在內 全部大家都是要另外買的 即是你三千多的package 是沒有一個充電阻 那個充電阻 就要248 那它同時可以充兩個阻 同時充兩個手掣 當然可以 即是跟你過往直立架類 是一樣 是要分開買 但補充一件事先 剛才我們說到AR AR就一定要用那個 paystation camera 那個camera 跟那個手掣一樣似 手掣這次是很貴的 是468元的 不是 你說的package 有camera和沒有camera 有多少錢 所以就衍生了幾件事 大家訂遊戲的就要留意了 就是 你有買PS4 連著那個camera 一個手掣 單聲道耳機 跟著有對線 就3680 如果你說要連另外兩隻遊戲 連三個無雙 或者連Qzone Shadow 4 那你有的基本上跟剛才是一樣的 除了沒有了那個camera 這個camera就變成了遊戲 那那個分別 三個無雙就是3880 Qzone Shadow 4就是3780 那當然大家會看到有個最便宜的組合 有個叫3380 那那個買呢 就是 只是主機 連那個單聲道耳機 單聲道耳機也有 手掣 那就一堆線 就沒有了那個camera 那是最基本的組合 就應該是關乎它裡面有一個新的分享 就是share功能 就是它是這樣的 根據它示範 就是最近15分鐘的遊玩片段 就可以上載社交平台 上載去Twitter和Facebook 是沒有Youtube的 看不到的 只有兩個格子 我看左邊是Facebook 右邊是Twitter Youtube在哪裡 我看到有的 回到Facebook放短片我明白 Twitter怎麼放短片呢 你可以放照片 不是吧 我要說片 不要理會了 最近15分鐘 是怎樣設定的 最近15分鐘的影片是怎樣設定的 是由我按share那一刻開始 到數 到數了10分鐘 還是我可以在最近20多分鐘 再選10分鐘 這個沒有說 因為我看到他按share 有幾段影片 那就是 好像不小心按了 但是我需要一段 在第二段的 最後幾分鐘 和第一段的 開頭幾分鐘 那中間段 斷了音樂 也不知道的是 暫時 真的不太清楚 他那個share是怎樣做 因為他好像沒有 但唯一可以知道 就是你手掣 就是start 不見了 變了share 先拿到PSV 有select 有start 新是沒有了 新的就變了share 左邊是share 右邊是option 對 就沒有了這兩個最傳統的 就是了 如無以外 option裡面是會有 start和select 應該是會有 也都應該有少少 pause的功能 你按option 然後他會再出幾多東西 另外一件事 都要提密 PS鍵是小了 亦都不太行 因為他要遷就位 的touchpad 鍵是落了很多 不算太好按 另外一件事 兩個蘑菇 LR L3 L3 原本應該是一個蘑菇 他現在的蘑菇有一個凹位 其實手感會更好 好似當年PSP3000機出版的蘑菇 他的蘑菇是凹進去的 同類型的設計 這幾件事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問題當然 清理是一個問題 不是圓形的話 當然如果你說他去到500GB 他不斷有錄片 那500GB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反過來我覺得 錄片功能一定可以認識的 但是如果你無止境這樣錄 其實你的手機也挺傷的 應該 500GB應該不會全部錄片的 可能給你劃分 某些是8GB 或者8GB 可能用1、2、8GB去錄片 最大的問題 PS4是不支援外置硬碟 因為不支援外置硬碟 你錄的所有片 一定是在手機裡 然後你的手機不斷地讀你的硬碟 你遲了一天都會收工 就一定給你現在那種要錄片的快死 我會覺得 哪怕你是第一水 可不可以再戰十年 好像強人那樣 我覺得暫時是難以判斷的 這個第一水 SONY的出品 第一水通常比較耐用 江湖傳聞 哇 我沒有PS2用到現在還可以打的 對啊 不知道這情況如何 但是500GB 我們現在無聲 大家有看Youtube就知道 我們平常會錄一些影片上去的 500GB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其實夠不夠用呢 我覺得是不夠用的 如果真的想錄片的話 最大的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用到1080P 那你去設定 幾分鐘的影片 十分鐘以內 已經1GB了 所以如果你說要錄15分鐘 基本上那裡應該會是 可能4-5GB 因為如果你是大的影片 可以1分鐘1GB 甚至去到 所以如果15分鐘 你是15GB這樣錄出來 還有6月之後 你會說我按Sharer鍵放在網上 那不就是要上載 15GB怎樣上載 我不知道他 哪個是神器 他那天示範是怎樣呢 他按Sharer鍵去Facebook 可以打你的感想 留言 後面他沒有按鍵上載 那上載過程 你要等的 好像Youtube 我家裡快 早上兩分鐘一段影片 晚上就 晚上久一點 可能要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那就是我那時候 不可以打遊戲 是不是 應該未必的 因為如果你PS多 他都可以放在後台 應該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可以 當然來了 我後台上載著 但同時又錄片 又可以打遊戲 那些HDD 拜拜 真的 應該我沒有想到這麼深入 是的 我們要考慮這件事 你一邊在錄錄 另一邊又下載 我們錄片 真的要關注一些事情 而且我覺得另一件事 始終會質疑 你這部機 如果你在利用一個這樣的機能 因為大家都知道 PS系列 一向都很熱 無論你變代 PS3最早期油滲 煎雞蛋 拍著太陽能 那些爐 PS4 熱不熱呢 暫時我們答不到 問題是 錄片的機 一定熱 錄片的device一定熱 如果你同部機 一邊在打電話 一邊在錄片 一邊在錄片 它的熱度究竟有多高 我好難想像 在暫時這個階段 另外再補充一點 一個很先進的功能 新增下去的 就是大家以後 玩遊戲的時候 連按兩下 Paste 可以看網頁 用內置的 browser 上網看網頁 是否很先進呢 因為如果大家有PS3 都會知道 你玩玩玩遊戲 按PS 會停了 接著 你出了個Menu 你可以去上網 Internet Browser 但你一按Internet Browser 它就會說 你需要離開遊戲 You need to quit game 那你就要 quit game 接著才上網 上網之後 你要重新進入遊戲 問題來了 你不是只有遊戲 有Save Point 你怎樣去做這件事 很多時候你可能 就做不到 所謂 於是呢 PS4就很貼心了 官方的說法 就是你玩玩玩遊戲 咦 死火了 我卡住了 過不了關 按兩下P 去個網頁 開個攻略網 來看看 看完 按兩下 跳回遊戲 繼續玩 為何說這個那麼先進呢 大家同一個 Y2G世代的人 首位緊要有 Angela iPhone iPad 平板 何必要用 PS4內置流氧器呢 特別是香港是一個平均人口 超過二點幾部手機的地方 很難相信 在座的任何一位聽眾 是沒有一個智能電話 卡關 不是找百多大 按個PlayStation 按個 Android iPhone 甚至我的Nokia Phone 也好 就看看有什麼攻略 近甚者的 家裡不用電視玩 我們在座兩位 走雙螢幕 我另外那邊的螢幕 長期都開著攻略網 當然是 有什麼特別呢 最大的問題是 內置流氧器 性能是如何 它進網子的速度也必如何 那大家會不會用呢 因為大家 我講 它示範的時候很厲害 它其實已經預先好 網子進入網站 它就是示範按兩下 給網子 給網頁你看的就是 但實際上 要用的時候 是要按兩下PlayStation 開網頁 然後入網子 倒倒倒 倒 你不要再說那些 我覺得這個不是大問題的 首先 你用那個 用手掣來控制鍵盤 一直都是一件好節奏的事 去到PSV的時候 可以用TouchMod 所以才改善了 你PS3打了任何的字 都很麻煩 而更甚者就是說 我玩任何日是Game 如果我是香港用家 我介面在用中文 大家有PS3的人都知道 你用中文介面 你是不可以打日文的 那我怎樣可以按兩下PS 就是跳過去在Google打日文 來搜尋那隻Game的攻略 這個我就幾個好奇了 除非你跟我說 現在PS4 我用中文的介面 我可以用全世界的語言 來做輸入 那我就說過了 那我就說過了 這就是日文介面 那就是 輸入法呢 只有一種 反過來你日文介面 打不到中文的 是啊 不要緊如果我打日文 那如果我要去高燈找呢 那你怎麼辦 我iPad嘛 都做一個 那沒事 PS4的鍵盤 我們不清楚 輸入法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PS3的經驗來說 它一個輸入法 就是日文的平音 即是你平音 我以為我 是很麻煩的 因為它的輸入法 它的輸入法 它的輸入法 不是你Window那隻 不是 日本人是用這個 我知道 但其他人用就很硬 平時的電腦是用羅馬拼音 是 你用50音去拼音 你用50音去拼音 就很麻煩 不過老實說 傳統以來 所有遊戲都是這樣打的 那些名字 其實就不算太特別 它會不會新增輸入法 給我們選擇 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不知道 未得看 還是不知道 當日 除了這兩件事 另外一件事 大家也會留意 就是 第二代的 PSV PSV的2000機 PSV的2000機 我沒有多少錢 我不記得 好像是1680元 1680元 11月14號 全城手賣 綠色齊發 綠色齊發 這個比較緊張 不過另外一件事 也會關到事 就是 它會有 兩部的特別版 就是 Gundam Breaker 即是已經在賣 你的遊戲 它有PS3 也有PSV版本 另外一款 就是未賣 即將會賣 一款準大作 11月中的 God Eater 2 對 看博士 照片可以在無心看到的 看博士 看博士 好笑 繼續 那 那些照片在無心的博店 大家在無心的博店 大家在無心的博店 Facebook都會看到這些 很搞笑 剛開始 PSV 是順帶提提提 它沒有特別去設定 就是 是一開始開成8年 完場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有工人員 捧了一盒 一盒 好像無形的Gundam Breaker 出來 因為Gundam Breaker 這個設定 是一個HG的包裝盒 是高達封面 好奇效果 原來有工人員 甘新了 賤品 擺了兩部限定機 當然是拍照 大家看到 就是相關的 相片 最主要是機背 會有他們專有的Logo 其實前面跟普通的PSV7 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大分別 Gundam那部 Gundam那部 真的差一點 我覺得一幾百尺 四十幾百尺 你不太明白 不過我覺得暫時最漂亮 都是Soul Sacrified 那部 雖然這遊戲是零後華 這部機體是挺漂亮的 我不會反應 補充一件事 承繼PSV比較相似的 就是 它可以做到 用PSV去控制PS3 PS4都是可以做到相關的連動 亦都可以說 你PS4的遊戲玩玩一下 我跳過去 在PSV玩 當然 是不是這遊戲做到呢 他說部份遊戲支援 他說部份 就對了 例如說 Gundam Breaker Gundam Breaker 即是一些要上網的遊戲 怎麼辦 還有一些要R1 R2 R L2 R L1 四個鍵用完的K 但PS3只有LR 你怎麼按呢 你玩格鬥遊戲 都未必一定玩 你PS3的鍵沒有PS4 即是PS3的鍵那麼多的時候 有些鍵不能按的話 你怎麼按呢 當然 除此以外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 就關到樹齡事 就是大家用了Sony的電話 是電話都可以幫忙做到東西的 這個是新增的一個連動 但當日他所展示的那個連動 就是用電話來畫公仔 不是他那個APP應該之後其他機器 去玩Payroom 但是 當然 我暫時不可以肯定 只是Sony的電話可以用到 但 起碼換句話說 Android封是可以用到的 是的 但iOS iOS 可能用到 Windows封也可以算 Windows封沒有 不要這樣說 希望再明天 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 剛才我們講過 如果你要share片 你可以選擇 Facebook 或者選擇 Twitter 但如果你要去一些 純片段的網站的話 YouStream和TweetTV 都可以用到做Live Stream 是的 它可以做實況 是的 它可以做實況 所以如果大家有做開實況 或者看開實況 大家又想學做實況的話 這部機器可以幫你解決 想挑戰一下 PS4的HardDisk有多大壽名的話 那你們自殺 我不算 我不知道 老實說 如果你要去錄片的那些機器 其實都不是便宜的 你最普通的都要簽幾元 你要漂亮一點 你要玩Black Magic 那應該要二千多 沒有記錯 所以它一部機器做到這些 其實我覺得可取的 不過問題是 暫時它手法或者現階的資料 未算真的很多 很難去 立即去下個判斷 剛才所說的一些 可能比較疑惑或者批評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基於它暫時有的資料 就不多 也都未能實現 試到 所以就 很多謎傳會出現 這些可能是隱憂 當然可以幫到大家參考 當然 實際上是怎樣 11月 忍用者 不是 它有一個功能 好像說 四個同步登入 這個另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 是的 它說一部機器可以四個使用 同時登入 因為大家都知道 PS3的問題就是 你一部機 我家裡有兩兄弟 甚至是爸爸打機 三個帳戶 你每次只可以 lock in一個 你要lock in第二個 你一定要換 它現在可以一部PS4 同時lock in四個 但問題來了 我為什麼要lock in四個 因為當時我看到 首先上來那位 不知道是不是 那兩位 高層 高層 打一隻遊戲 然後換了帳戶 之後 入遊戲 繼續玩 它是沒有loading 即是load game 畫面是沒有 就是 我玩開了地步 我停了它 我不玩 我跳帳戶 然後回來 我的遊戲的重度 還在那個位置 應該可以做到 而另一方面 我覺得暫時比較簡單 就是 你去玩一些 四人或者二人的格鬥遊戲 然後那些遊戲 會有課金元素 譬如你玩一些格鬥遊戲 它有一些課金的衣服 或者一些顏色 譬如說 我和有馬打 我買了一些衣服 但有馬沒有買 那我lock in一個帳戶 我可以在別人家裡 用回那件衣服 那你用回那件帳戶 應該要同步自己的帳戶 是的 因為他說要多支援 或者同事登入 做到的事 暫時我理解都是這些 因為如果 你說我去玩 Winning Fever 可以是多人 但你多人一來 你不是多帳戶 那些 所以 暫時我很難可以說 他這個東西 可以做到什麼 不過另一件事 有一點相似的 它有個叫Party的功能 在Manual上新的 就是你Friendlist旁邊 有多個新的title 叫Party Party裡面是可以讓你聊天 可以最多跟八個人聊天 即是八個玩家聊天 問題來了 我們平時好像用Skype 當然 我們有Skype 我們也有PS3那隻Mine 他可以聊天 是不是可以一路打電話聊天 應該可以的 現在都可以 我明白 所以 會有這個功能 當然 你有幾個八個人玩 是一個問題 暫時 應該沒有什麼補充 如果有的話 可以留意 無雙那邊 Facebook的相片 或者是報道 暫時到這裡 好 拜拜